你们俩唱划心啊 嗯 你到后边不会 啊 不会不会不会 真的吗 不合适 对我觉得 虽然算是大哥 但是我们不要 用蛮力去唱 嗯 我觉得这次编曲 真的是 非常的精彩 让我们唱起来呢 就是又爱又恨 它编得非常非常的难 第一个它有难度 第二个呢 它有好听 所以呢 我觉得我会有一种那种 好好的完成这首歌的那种 那种劲儿就来了 有张老师在 做什么都有心心 这次就是带着一个 像《清歌王子》 去学习的任务来的 我觉得这样子 我觉得这首歌 要么就是第一个 要么就是最后一个 嗯 哲哥想要你这首 想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 我觉得你第一首 你就一打三了 不会吧 然后第三首 那你就是力往狂澜了 哈哈哈哈 嗯 你觉得呢 啊我 我不感觉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乖啊 哈哈 那我们再听一下夏天 然后我们就拿手做几句 王晓宇应该是这种小女生的 可以示范一下 这个夏天的副歌 如果是小女生唱会是 一种什么感觉 这么突然吗 哈哈哈哈 这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 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 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零嘴 我用双眼捕捉特谢 哎这歌我好像唱过 哇好听耶 嗯 好听好听 哈喽 哈喽老师 终于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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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我从小就听您的歌 哎 谢谢 我真的是小学啊 那会就就在听老师您的歌 因为我以前真的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好听 我觉得您的心啊 就像很有那种少年感 然后很干净很清澈 然后呢 我爸爸妈妈是您的粉丝 啊是吗 对对 然后他们给我放您的MV 啊 然后我就看我去啊 好帅 哈哈哈哈 谢谢谢谢谢谢 真的很帅 听你这样聊 我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小朋友们会从小 听我的歌长大 原来 我才知道是因为我的声音给你们有 认同感 有一种支柱的感 精神支柱的感觉 哦 OK OK 我觉得 我的爱如潮水 爱如潮水 叫我向你推 哇好好喝 所以我们这次这个歌 很经典 对 已经经典到大街小巷 老老少少应该 对我非常熟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把自己的角色先立住 就像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男主他不是不爱他的太太 他是因为被狐妖施法 嗯 蛊惑了 嗯 我想要把这种互相猜测 然后又不理解 那但是又很想挽回 嗯嗯嗯 这种复杂的情绪 透过我们两个的 对唱 嗯 去传达出来 我觉得一个音乐人或是一个歌手 他最大的财富 其实就是他的音乐可以带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步入到音乐的这个世界跟这个行业来 我觉得这个是我真的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这首歌我们加入了一些比较古典的投身的那个唱法 然后加入了一些就是那种古风的国风的感觉 我觉得这次编曲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让我们唱起来呢 这就是又爱又恨 想要把一首歌唱得很好听 然后就会唱得很美 以前我也会有这个问题 他现在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情感上的表达 对 最后那个高音其实不需要拉太长 每个高音 好 对因为那一段本来就是你的那个尾音在上面 汪汪汪这样子的那个感觉 再来一遍好了 这首歌它不是那种 撕心裂肺的大琴歌 画心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克制的歌 我就怕它太用力地 把太多的东西 放到这个歌里面 我觉得你刚刚那样 轻轻唱其实挺好的 可以吗 对啊 那我就这个感觉 但因为它还是有一点 这种神秘感 所以我觉得 你的几个重音 真的有抓到 那个就很出彩 那其他的东西 就是让它保持 那个仙气这样子的东西 张老师呢 他就一直在给我去想 我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唱 包括在彩排的时候 也提了很多地方 我都有感觉 他真的是一个 很能带后背的一个前辈 这边刚好 好的 我觉得舞台上 我觉得需要给你们来点烟 对 这个是好像会有 希望可以把我们队全部的烟 都放在这首歌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以状态取胜 就是 对 美好即将开启 出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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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准是你失落的魂魄 才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 一阵风一场梦 爱如生命般莫测 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辜获 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 我 看桃花 看桃花 开出怎样的结果 看着你 抱着我 目光似月色寂寞 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 爱着你 像心跳 难处我 我 画着你 画不出你的骨骼 记着你的 你的脸色 是我等你的执着 你是我 一首唱不完的歌 还要让自己 因为你 我 不愿意 也要是你 我的 你 很重 我 我 是你 我的 我 你 我 你 我 天空的颜色 一阵风 一场梦 爱是生命的莫测 你是我 一首唱不完的歌 爱着你 像心跳 难输我 画着你 画不出你的骨骼 记着你的脸色 折磨到你的执着 你是我 一首唱不完的歌 爱着你 像心跳 难输我 画着你 画不出你的骨骼 记着你的脸色 是我 懂你的执着 你是我 一首唱不完的歌 爱着你 像心跳 难输我 画着你 画不出你的骨骼 记着你的脸色 是我 懂你的执着 我的心 只愿为你而 割舍 做我的这个 三百六十五天唱这个 今天你们两位给我的感受是 前者难追 后生可畏 则哥 像你这样的地位 还有像你 这么多 这么多的代表作 为什么你还是 会一直愿意出来跟大家见面 唱歌给大家听 重点是你会一直不断地 对我们说很多鼓励的话 很真诚地分享你在音乐世界里面所有的感受 这都是让我觉得我以后也希望成为这样的歌者 你的高音还是让我觉得相当不科学 你的那个张力的表现让我觉得 你很像变成了一个不会出错的乐器 你真的很厉害 谢谢 谢谢姐姐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运 然后这次能跟阿哲老师合作 第一次这么讲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听阿哲老师的歌 谢谢 小学就听 用那个MP3 虽然说我听不懂歌词 但是我就是很喜欢阿哲老师少年感的声音 谢谢 想听清唱吗 爱就一个字 爱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你知道我只会用心动表示 承诺一辈子 守住了坚持 付出永远不会太迟 可以吧 爱如潮水 我的爱如潮水 将我向你推 爱如潮水 将我向你推 紧紧跟随 爱如潮水 它将你我包围 哇 真是在潮水也好 继续继续 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埋醉 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妇媚 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 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 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 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演唱会了 再来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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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完了 我有一首剧爱听的剧爱听 做你的男人 24个 走走老师了 对 听这个了 24个小时不睡觉 对 你做你的男人 24个小时不睡觉 你做你的男人 24个小时不睡觉 隐隐隐约约我能感觉 藏在你嘴角 真的歌词忘记也太准备唱了 好开心啊 你看 每个音乐人心里都有一个张兴哲 对 其实接着下来就是真的看他们 乐坛就是这样 真的需要更多更多的新的朋友 年轻的朋友不断地加进来 所以呢 其实接着下来就听你们 想要知道阿哲老师为何无惧岁月 保持活力 请记住我们的东阳光仙虫草 可以给你的生活 健康 注入新的活力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各位建英堂老师的建议 有请 我听说天刺是一个可以锐评的舞台 是 当然 我觉得这首歌 阿哲老师的演唱非常的完美 可是我觉得 黄潇云的演唱毁了这首歌 毁了 我觉得这首歌 阿哲老师的演唱非常的完美 可是我觉得 黄潇云的演唱毁了这首歌 毁了 没有 必没有 听好 这首歌画星 它是一个在 不确定的事业当中 在充满了欺骗的事业当中 寻找真心的歌 但是黄潇云的演唱 每一趴都是我预料到的 都是确定的 比如说黄潇云 一开始 你就来了一个海豚鹰 然后到你的最后那句 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 我就想说你一定会加一个强音吧 果然加了一个强音 到了最后的一次合唱 你唱到爱着你 像心跳难触摸 我觉得不难触摸 那就是黄潇云的强势音区 那就是你的大招 大家可能觉得我唱歌在炫技啥的 但其实我唱歌就是这样 可能您感受不到我刚刚在这首歌里 投入的感情 那就算了吧 很多质疑我也会去接受 然后一点一点地再改 但是我也会保持我自己的个性里面 独有的唱法 反正刚刚这首歌我唱得很爽 我们的嘴巴会说谎 但是我们作品不会说谎 你拿起麦克风的时候 你的一切的荣绕 你的背负就在麦克风里面 所以我只听作品 刚才拉拉老师提到说 黄潇云像一个不会出错的一个乐器 那不是跟AI差不多吗 那我听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找不到这个理由 包括你之前很出圈的作品 《金城大海》 我在听的时候 其实我很难感受到你的情感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其实真的get不到 没有关系 总有get到我的人 我觉得肖云是一个唱得非常好的歌手 难道唱得好也是他的缺点吗 关于肖云的这个唱法上 早之前就有过这样的争议 你要如果说在几年前 你如果这么讲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会认可你的说法 但是今天我不认可 他唱得非常好 你刚才说《星辰大海》 你不喜欢 这歌很火 真的难道不是问题吗 他火就够了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歌手 如果唱得真的像一个AI的话 我也觉得他没有错 因为他 因为他 也是一种能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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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累称 好 累称 我这种原因 derivatives 這是我們跟音樂每一次相遇需要的東西 這是我追求的 我們能看到小林老師的點 她要的這個絕對是對的 她已經無關乎所謂的技巧的部分了 她其實是關乎在於你對人生 對於音樂的一個理解的這個部分 那蕭芸畢竟還年輕 對 說得太好 音樂最珍貴的地方就是說 當你在每一個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年齡層的時候 甚至是你讓我再回去唱 譬如說《愛如潮水》 我也唱不回我年輕的時候 那樣子的味道 當十年之後 我再跟蕭芸再來唱這首歌的時候 不一樣 不一樣了 可能更能夠說服在台下 聽到歌的人這樣 謝謝 謝謝哲哥 反正不管得到什麼樣的評價 我都會不斷地練我自己的音準 技巧也好 音準夠了 就是我可能生活經歷現在也沒有那麼多 只能根據我的一些對歌曲的理解去 盡量地去表達 反正我是不會停下來我努力的腳步 加油 謝謝 謝謝 接下來讓我們掌聲有請楊坤和賀野 好 我們的坤哥和賀野已經第三次站在這個舞台了 如果這一輪我們的坤哥和賀野 依然能夠挺住的話 接下來就到了陳楚生隊的內卷時刻 有請建英團老師 基因建英團一致合議 我宣布本輪待定君取為 有 我宣布本輪待定君取為 由張信哲和黃曉雲帶來的畫心 恭喜張信哲 黃曉雲 恭喜張信哲 黃曉雲 掌聲送給楊坤 黃慧也 厲害 厲害 接下來有請我們的建英團進行現場合議 可以推薦出本期的推薦金取 到底哪一隊能夠成為本期的推薦金取呢 有請代表我們來公布結果 第五季 天賜的聲音 第二期推薦金取 張信哲 黃曉雲 畫心 恭喜張信哲 黃曉雲 畫心 我要請這送給楊宗衛 楊曉雲 謝謝 楊曉雲 謝謝 現在馬上進入 東陽光仙蟲草金取時刻 有請二位 謝謝 謝謝 送上我們的 東陽光仙蟲草禮盒 那在旁邊的黑膠唱片上呢 已經印有本首金取 二位想表達的態度歌詞 請念出來和大家一起分享 你們的態度先生 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顏色 看桃花開出怎樣的結果 你是我一首唱不完的歌 一陣風一場夢 愛如生命般莫索 關注天賜的聲音 及東陽光仙蟲草官方抖音賬號 即可參與態度先生活動 本期我們態度先生話題 分享你與畫心這首歌曲故事 在這裡要恭喜汪蘇龍隊 巴德同城